我是慕名鹿 老板帮你顾 大家好 我是重店雷老板 同学 今天这一集要讲什么 因为1号到10号是台股营收 每个月的重要公布期间 10号之前要公布完 除非遇到假日 会顺延一个交易日到下个礼拜 同学 我要跟你讲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来的 最重要的就是说 最近很多人来私讯雷老板 要问雷老板 有关重店营收接下来怎么看 1、2月营收怎么看 如果2月有过年 掉下来了要怎么办 所以今天这一集 要好好来帮他解析一下 我们只是用重店当一个例子 但是如果未来1、2月 在遇到过年的营收的时候 雷老板会教你用我的方法来观察 所以今天这一集一定要看到最后 好不好 那节目开始之前 我要先提醒大家 如果你有少我的Lite Act 你有用QR Code 扫码的 或者是你有加入雷老板 爆群的 你要记得喔 就是我们会有专人打电话 有时候是雷老板 有时候是我的助理 有时候是我的美编 因为现在诈骗横行啊 所以我们要先打电话过去 所以为什么要你留一下中文姓名 要先确认 有时候接起来 他说不定真的是诈骗的话 他根本就忘记他留什么名字了 所以只有确定是你本人的时候 我们才会让你入爆群 那你会杜绝大家在我的群里面 Lite群里面呢 传一些不好的讯息 因为诈骗一进来 他就想要把你洗去其他地方嘛 所以我们一定会特别打电话再给你做个验证喔 所以有电话打给你 你要记得要接喔 尤其是我们金玉峰的电话 好不好 那现在呢 很多人会问雷老板 绿电营收怎么看 那雷老板今天录影的当下呢 是3月5号早上10点多 那这一集是预录的 但我想要用绿电的例子来跟大家讲一下 1、2月如果以后的营收 你有买股票的话 你要怎么观察1、2月的营收 首先很多人会问我说 雷老板今年过年在2月 那在2月就在2月会怎样 因为2月是今年的过年嘛 我们华人的过年 有时候会在1月 有时候会在2月 那只要有过年的那一个月呢 通常我们的上市贵公司的营收就不会太好 为什么 因为工作天数很少嘛 那像如果你就工作 那个过年放的不够多 然后又不想要工作 你会怎么样 你会再多请个一两天 再补到下一个六日去嘛 像今年很多人都多请两天嘛 然后把从上一个礼拜六日 再修到下一个礼拜六日 那这样子整个过年几乎都在放 整个2月几乎都在放假了 所以营收相对来讲就会少很多 但雷老板会怎么注意 来我们先看一下 先不管重店 其实同学 今天这一个跟重店有关系 你也可以当做是一个跟重店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的公司你都可以如此观察 像这个月雷老板开始统计了 统计什么 我开始统计说 月营收出来之后呢 月增率跟年增率 月增率就是二月跟一月比 年增率就是今年的二月跟去年的二月比 那什么样的公司最强 什么样的公司最强 一是他月营收不只创高 二月工作天数少不只创高 然后比一月的月增率也高 又比去年同期高 所以怎么样 这就是最强的公司 那什么样的公司次强 就是他上个月一月的营收 就比如说以重店来讲的话 市店 市店上个月的营收创高 那二月如果他能持平 我跟你讲这个叫很厉害 好不好 这个叫很厉害 那基本上如果今年 像市店上个月才刚创高 那你拿今年的二月去跟去年的二月比 这个相比的幅度会怎么样 就比较没那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他去年的二月那时候的营收 可能不是像现在是高峰期 他是今年一月才创高 所以像市店这一档的话 雷老板觉得他一月营收刚过高 如果二月工作天数这么少 那他还能有月增的话 那我就很强 就算是月持平 或者是月减也很强 也很强 好我用一下 我开个数字给大家看 来神之手帮我照一下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1503好了 因为真的太多人来问你老板 有关于市店滑成 这些营收怎么看 好今天的股价也可以暂时忽悦 你看 市店在一月的时候他创下了 那个什么 39亿吧 千万 十万 百万千万 39亿你看 比12月 比去年十月多很多 所以呢 以这个39亿来讲 你看他去年很少过三的 有没有 所以39亿是真的是他历来最多了 那如果 雷老板再看 如果市店 二月的营收 可以介于39亿到30亿之间 我跟你讲 非常非常强 就算他退回到二字头 只要是28亿这附近 我觉得都还算表现很好 因为整个二月份来讲工作天数大概十出头天而已 所以同学 这就是雷老板对市店的解读 那如果 股价解读会怎么样 如果开出来二月的营收竟然还能跟一月 甚至说去年的12月 你去年12月来看就好 就大概3亿左右 这样子的话 那我觉得股价还是很有正面的帮助的 市场上还是会为之经验的 代表就算他只有十几天 这些标案的验收 这些政府订单的验收 还是进展得非常顺利 那接下来就有人问我 那领头仰呢 领头仰的那个华城呢 好同学我们来看一下华城 华城的营收 比市店稍早过了 创高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 他在去年12月的时候 创了一个25亿 25.75亿的新高 你看过去都没有 过去甚至没有二开头的 都是十几亿最高到16亿已经很多了 好那 那老板他一月突然缩下去 那我会总跟大家讲嘛 重店这几档营收 等一下放VCR给大家看好不好 重店这几档营收 他们的营收是轮流过高的 那在过高之后呢 理所当然的 会有一个平淡期 就是这个月订单 客户突然间都任列进来了 所以呢下个月任列的客户一瞬间 就会恢复到往常 就不会像有一个月急报单 所以呢 我们再回到 我们等一下来讲华城 先回到刚刚的1503 理论上 理论上 市店应该也要遇到 跟亚历 华城一样的状态了 为什么 因为等下开亚历的时候你会发现 亚历跟华城一样 大概在12月的时候 营收都很好 在1月的时候就好像 油掉了 融化掉了 那市店会不会跟亚历 华城一样呢 我们先不知道 因为连老板没有内线 但是呢我只要跟你说 如果 他遇到跟华城 亚历一样的状况 那前面两支 当遇到 营收创高 隔月 没有创高的时候 他发生什么事情 隔月的营收 突然衰退比较多的时候 其实股价影响的还好而已 股价就是小幅回档而已 而且 前面都走可以看了 他们这个不好 不代表未来不好 因为投资人的信心很强 投资人都知道他们的订单 在未来只会越来越好而已 所以股价并没有到 很超级明显的回档 所以我可以理所当然的预测 如果市店营收出来 而且又在刚好淡季的二月嘛 如果他出来 一月创高 二月出来补通 那我觉得 股价不会影响很大 但是呢只要二月是持平的 或者是有在30亿以上的 我觉得市店的股价会有 营收会有很正面的帮助到股价 好那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回来到华城了 那华城理所当然 因为你经过一个月 集报 12月的集报单之后 25亿 那接下来 同学你今天的逻辑 都可以用在各 以后你各个公司 集报单之后 营收接下来衰退下来嘛 那通常会怎么样 二月 我觉得啦 理论上二月要嘛跟一月差不多 或者再好一点 这是正常的 为什么 因为你一月是瞬间衰退太多了 变成连以往的正常的数字 有没有 你看二月营收大幅增加之前 25亿之前 它以往都大概16、13、14嘛 对不对 那假设 假设 接下来又要衰退回来 因为二月工作比较少 但是呢 因为我订单从2024年开始变多了 那理论上 我觉得营收至少要维持在 10亿上下 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 比较不会对它股价有很明显的变化 但呢 如果就算营收 跑回来跟一月一样 那你也不用太担心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是市场上 都会有预测的事情 怎么说呢 因为二月的工作天数 本来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少 对不对 你一月 在十二月创高营收之后 一月突然间大幅下缩了 那你可以把一月 恩二月一样看嘛 一个是 前一个月刚好 客户集中 怎么样 交单 所以营收下滑 那二月是工作天数很少 所以营收可能也在这附近 那这样子就还说得过去 但最怕 最怕的状况是 你划成二月出来的营收 突然间变 你看喔 这千万十万百分 突然间变什么三亿五亿 那就不太行喔 我觉得出来的营收至少要维持在一月 附近以上 好不好 这是雷老板对华城的注解 那雷老板同样的 对一五一四雅力的注解 也是差不多 所以同学你看 雅力是不是也是这样 他在十二月去年创高之后 到一月突然间又缩下去了 所以理所当然的 雷老板认为他接下来的二月 要嘛持平于一月 或者是差不多 但是呢 只要比这个数字大 甚至越接近十亿 就代表他的表现是非常强横的 那这样子就会有利于股价喔 所以同学 对有没有多学到一招 那接下来 你来就问我 中兴店 对不对 好我就跟你讲中兴店 中兴店来讲的话 因为他的营收没有创高 所以他的营收普遍就是在 17到21中间跳 所以他算是一个蛮持稳的公司喔 所以他还没有到达 他报单的那一个月喔 所以雷老板认为 中兴店理论上来讲 他的二月因为工作天数少 他就大概会像去年二月一样的 一月一样的衰退幅度 你看他去年 因为去年的过年在一月 所以你看他十二月到一月的时候 中间这个衰退期大概是三成 这个三成主要就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工作天数减少 好那今年二月工作天数更少喔 所以我普遍的认为啦 你大概抓19.5亿去乘以0.7或0.6多 大概就是滑成怎么样 他一个合理的营收范围 但是呢只要乘出来 他的月增月减率没有大于三成 可能出来就是月减10% 就变成17亿多18亿多 那我觉得这个表现是算非常好的 那如果出来呢 他的营收是19到20亿 我给你讲只要在这以上都是算很强的 为什么 因为他几乎无视于工作天数减少的影响 所以同学有没有学会了 就是你要先判断喔 通常过年晚 这是任何产业都可以用的喔 通常过年晚的那一个月呢 营收要比有过年的那个月营收强 那过年前的那个营收呢 也要比过年的那个月营收强 这样才合理 所以呢在数学的统计上 我们通常会怎么做 我们通常会把一跟二月加起来 怎么样 跟去年一起来比 因为过年不管怎么落 都不会落到三月去嘛 所以呢过年不管怎样 都是在一月底或二月初 那你把一二月加起来的营收中和 去跟正常去年的一二月比的话 假设是成长的 比如说今年加起来是10亿 去年加起来是8亿 这样子就是成长了25%左右 这样子就算很强 但呢如果你的公司 手上的公司是跟刚好最近的重店一样 它开始它去年底开始 它的整个产业的营收已经跟去年年初的时候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它整个产业是一直在往上的 那你今年的一二月加起来 跟去年的一二月来比 相对来讲 这怎么样 这个比较的意义就没有那么大 所以通常是正常循环稳定的公司 你把今年的一二月加起来 跟去年的一二月加起来 这样去比较的时候 是比较有帮助的 所以同学有没有听懂 好如果有听懂了 我等一下会放个VCR给大家看 但是呢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因为重店四雄 一样是受惠于10年的台电任王计划 所以同学你们真的不用很担心 好不好 那你如果想要知道更多重店营收 实际开出来怎么看 跟后续怎么做的解读 那欢迎你来报名雷老板三月的课程 对 雷老板三月的课程 一定会把这个营收 每一档的营收讲得更细 为什么 因为有碍于现在 雷老板录影的当下是3月5号 营收大部分都还没开出来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没有内线 我也没有办法跟你直接讲说 会怎么样 对不对 就是斩钉截铁跟你说 这营收一定开出来超好 所以股价要往上 我能做的就是逻辑的去判断 每一家公司它营收开出来之后 理所当然的 市场上要如何去应对 这个营收的资讯 我们是用数据来分析 一间公司的股价走势 同学 这是雷老板的派系 我没有办法跟你说 我有一条线 内库线跟我说 它营收下个月会爆好 超级好 我没有这种东西 我能做的就是公开的 来讨论一个产业的趋势 跟公开讨论一个公开资讯 公布后 大家市场上 有没有及时的去解读这些讯息或营收 这是雷老板所擅长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想要学到更多 欢迎你来雷老板三月的课程 那现在呢 目前已经候补了非常多了 那如果我有机会 我也是会开线上课程 那线上课程比较可惜的是呢 我们通常我们的会员就没有实体价了 对 所以我们因为很多人看完我的课程 就想要来当我的会员了啦 这个我一点都不意外 我过去几次有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作证 我过去几次我在现场的成交率 大家上完课 那个想成交 想要当我会员想买日报 绝对远远超过五成 真的是远远超过 甚至我一边回答问题 大家还一边跟我的助理 那个什么在刷卡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太棒了 对不对 听完我讲的就很想要加入 那我讲的东西呢 你看在哪里可以看到 来去工商时报看 人老板从去年十二月十一月开始 就一直在工商时报上面 不停的跟大家提到 老板有哪一些重店的看法 有哪一些亲人的看法 整个绿店族群 我怎么看 整个闪店联盟 我怎么看 在工商时报 雷老板你去那个专家专来 有没有 这里按证券 按专家看盘 雷老板的本名 雷老板不姓雷 我姓王好不好 王维敏你去找 我有一整串的 有关于重店的 所以最近呢 有人在D卡 还是在PTT上面 就是古板上面 开始有人说 重店听雷老板的就好了 那我也不是说我多强 我只是说我分析的比较早 那我把资讯整理的比较完整 来分享给大家 所以呢 那我很早在11月17号的时候 就跟大家提出的观点嘛 叫做闪店联盟嘛 那这闪店联盟是由重店四雄 后来变成重店五霸嘛 我在过年的时候 特别提醒 会加入九鼎这张股票 来完成我们智慧电网的重店五霸 那另外呢 国际趋势的关系呢 所以风店你也不能小觑 所以像最近的标股 深微世纪钢 早在去年2023年11月17号的时候 我已经带领大家都在看了喔 甚至我的日报也多次提到 重店跟风店产业喔 所以有兴趣的同学 不妨扫一下我们lite 我们里面都有四读版 可以给大家看 那会员的东西呢 也有四月版给大家看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很多人会问雷老板 那你怎么样当初去找 或者怎么样 你怎么样去加减吗 那我们常常讲嘛 我们会先塞出技术面的东西 所以呢 技术面的东西 我们都是用古海螺盘 我们用古海螺盘 这是雷老板的一套独门秘境喔 我们用古海螺盘 找出很多技术形态好的股票 那现在问题来了 我学问题来了 有时候股价在上涨的时候 技术形态挑出来 可能是70分75分 或者是很好80分 用者错证次 全部都很好 技术形态挑出来 全部都是雷老板的 那什么 参数黄金交叉 雷老板的技术形态 怎么样 过高 打突破 全部都是90分的技术形态 那我问你了 如果一档股票出来 比如说去年的AI 伟创广达出来 技术形态都90分 那我问你 我们该买什么 比如说重点四雄 那时候刚过高的时候 或者是还没过高之前 每一档股票的攻击形态都很强 那这时候你有技术形态 的话 你要怎么去判断 对不对 就是雷老板问你的问题喔 有时候两档的股价就是低档起来 看起来你都觉得会涨 那你要挑哪一档 所以我常讲 雷老板一定是基本面优先 股海螺盘这个东西呢 是帮助我加减码跟找实际入场 但找实际入场到底哪一档股票 我要续报的比较久 那就是靠雷老板基本面的分析 因为只有基本面可以帮你 怎么样 找出波段股的题材跟趋势喔 技术面通常是可以在你放眼所及的地方 去找到一个短线上股价应该要到的地方 我怎么样 我总归一句好了 什么都是最强的技术面好不好 在过去几年 什么是王道显学 什么是技术面最高分 技术面最高分就是创历史新高的股价 不是吧 对不对 因为创历史新高的股价之后呢 你再也没有上面任何的参数压力 可以抵挡住他 所以为什么很多技术面分析的人 他只要股价一过高 他去打那个突破 赚一些之后他就想走了 为什么 因为上面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参稿的天显 或者是前高 对不对 近高 他可以去做判断 所以我必须跟他讲 技术面是你短期一个依据股价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想要报到5倍股 10倍股 3倍股 对不对 3怎么会讲到最后 好啦1倍股3倍股5倍股10倍股 像这种的像材料这种 我跟你讲技术面是不够的 他但是呢 他是为你最佳给你增加进场信心的勇气 但如果你真的想要报到这种多倍股 你需要的是跟着雷老板 好好的天天操练 把基本面功课给做好 好不好 所以呢同学 记得雷老板这几天只是去工会上课 等到我从工会回来的时候呢 欸我们营收很多公司就会开得差不多了 到时候我觉得可以有更多的东西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好不好 那今天我对市场重点的解读呢 差不多到这里 但是呢 在最后面 我还是想分析一下 分享一下 我当初是怎么跟你讲 欸中芯店的股价 为什么在他营收还不用开出来之前 他就可以跟前面三档的公司走的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最后来进一下Boss Time 那个VCRBoss Time你有看对不对 我那时候是跟你说 前面三支都营收过高 股价就过高了 人家第四支 还会需要傻傻的等他营收开出来吗 因为中芯店假设营收要过高 高机率会发生在三月 为什么 因为二月工作天数比较少 但我跟你讲啊 要逆着思考哦 如果是二月他营收就创高 我跟你讲中芯店超棒 但是呢正常来讲 中芯店应该是三月营收才会创高 假设付款付款换到他的话 有可能是这样 好那我跟你讲 三月营收到四月才会公布欸 那现在不过是二月底 你要等到四月十号前公布中芯店营收 到时候那股价再涨 你觉得大家会去蹲吗 你觉得中芯店营收接下来会好 订单会接得好 这会是很难预测的事情吗 如果不会的话 我们都说股价会领先基本面 所以为什么今天中芯店自己 华城在过高之后 中芯店终于也有所表现了 前面他的压抑都比世界上要压抑 各位同学 Bolstein刚刚已经讲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预测 如果重店五霸 接下来想要进入营收高峰期 再创高峰 大概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刚刚影片里面已经我跟你讲了 但确切的时间点呢 没有更有把握呢 这就留到雷老板的3月17号的课程 来分析给大家好不好 所以3月17号的课程 你有来的同学呢 你有补了 对为什么 因为那一天我的课程内容 除了跟你讲重店以外 我还讲到多个产业 雷老板最近我在观察了 甚至呢 我觉得我们可能布局的 跟重店一样早 所以恭喜由3月17号参加到了 那如果你还来不及参加 但是呢有一些股票你还是想上车 那雷老板只能跟你说 你如果想要有这样 观察公司的涨幅 像中兴店我们来看 已经68%了嘛 市店那波段涨幅也已经82%了 有没有 当初我跟很多人说 或许我们可以往更高的地方去看 对 结果没想到一高 就高到了180几块了 想当初我们两档股票 都是在100块附近所介入的 甚至在以下 所以如果你不想错过 那你3月17号的课你又报不到 你又很心急 你觉得3月份 现在台股占上1万9了 占上1万9了 你还不会选股 那job代表要有人来帮你选了 那这时候谁也可以来帮你选呢 所以雷老板 金银舱 豪金银的会员 开始了 尤其是商务舱 产业链投资家 赶快好好的来Lite 8扫一下 来问一下我的助理 或问一下雷老板 到底这三个仓等 哪一个仓等是适合你的 到底3月份 如果全部的散户大军要来了 大家要再迎来一波热浪 那我们这个投资 到底选股要怎么选 那一定要紧跟雷老板的脚步 对不对 不然很多个产业要低基 情布局 你又布不到了 你已经错失重电了 你已经错失折叠机了 对不对 那你还要再错失什么 折叠机党党都超过一倍 那重电会不会未来有机会 现在已经党党都七八十趴了 滑成已经超过一倍了 所以如果你不想错失 最后 一是课程你不能错过 二是雷老板的会员你不能错过 如果你想要自己学习 那我们还有日报 所以好好的来询问一下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 投资不迷路 老板帮你雇 我是雷老板 诶什么时候见 好像 想要再说下次见了 因为这是预录的好不好 我们只能礼拜五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五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